自从在岛上制作了一个弹射鱼枪后 我们的生活迎来了质的改变 今天早上一下海 我就看到了只很大的沫鱼 我用鱼枪对准了它的头部 一击命中 这家伙足足有三四斤 上到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查到 我去 我今天查到了一个大沫鱼 一下就狗屁了 哇塞 这有一条大沫鱼还是不够吃的 所以我又在海里转悠了一会儿 并查到了两条魔鬼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二条 它躲在两个石头中间 还用沙子做路一条 对不起 我可是火眼睛睛 你们可以看到 它正在用尾巴上的毒刺 疯狂地攻击着我的鱼探 千万有远移 如果被扎到 基本上就可以提前下岛了 就这样 我们今天的早餐又着落了 这个大沫鱼就不探口了 直接上烤箱给它焖熟吧 不过在烤之前 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 它竟然长得和鹦鹉一样的牙齿 这要不小心被咬到了 估计很难受啊 哇 这个摩鱼很大 估计要烤半个小时 摩鱼就快一点 再烤一会儿就熟了 清哥 现在岛上的菜越来越少了 长了半天才走这么点 哎呀 够用就行了 鱼烤熟了开吃吧 咱好嘞 烤得金黄金黄的很香 嗯 这个墨鱼估计也熟了 哇塞 一看就好吃啊 这头 这墨鱼焖烤得怎么样啊 哇 看着就流口水了 来吧 咱赶紧尝一下味道 好嘞 它最好吃的部位 应该就是这个助手了 怎么样大桃 很嫩呢 还有一点甜 这么闷出来 确实比直接烤好吃太多了 它没有那么干 我和大桃 还有摄影师填饱肚子 我们需要全部吃完 给身体摄入足够的能量 以确保在接下来的一天中 温用充沛的体力 去完成接下来的事情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在洪水林抓到了一些 肉多肥美的巨型螃蟹 这算得上岛上能获取到的 最美味的食物之一了 直接去寻找 过程非常困难 而且效率极低 几个小时 才可能找到一只两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和大桃决定设计一种 能获取巨型螃蟹的装置 这需要用到一些木棍 和沙滩上随处可见的破网 首先需要把木棍 拼装成一个正方形 再用鱼线 把鱼网捆绑上 最后再设置几个 进取容易 出来难的进口 并安装上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整个制作过程 耗费了我们将近两天的时间 很多本地人 会用一种很大的地龙 来获取螃蟹 我们打造的这个装置 原理是和地龙相同的 缺点就是 比较笨重 需要人力慢慢的扛到红树林 目前红树林正好是退潮 布置起来也相对容易 只需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位置放下去即可 等待掌潮天黑的时候 藏在这里的螃蟹 就会出来找食物 只要它们钻进去 便有劲无处 想要诱惑到巨型螃蟹 必须诱饵足够有吸引力 像这种在红树林 一挖就挖出来的贝类 非常的合适 你们看这个头 肉估计非常多啊 大头啊 行动起来 好嘞 哇 这个大 好大一个啊 再接着找 一个比一个大啊 但我突然感觉 拿它做一碗啊 有点可惜了 这种贝类在红树林 非常常见 只要你有耐心 总会收获很多 别看外表脏兮兮的 它的肉可是非常鲜美的 据说还可以做刺身 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耐心寻找 我和大头收获满满 兄弟们 你们看收获怎么样 足足有个三四十斤了啊 这么多 全部拿去当幼儿 确实可惜了 咱们挑一些小的当幼儿 大的就留着吃吧 来吧 大头 把这些小的全部挑出来 砸碎 行的 砸着你身 控制我心的 希望多给我换点大黄蟹回来 行了 等挡操过后 我们再来看 青哥 咱今天晚上只吃这些螺吗 饿了一天了都 那肯定不是啊 前两天夜前收获还不错 所以今天晚上我还想去试试 嗯 可以 我在岸上随时待命 顺便把这些螺给处理了 行 等着看收获吧 好嘞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这是该我出场 晃到生存我最爱的环节之一 就是潜水 尤其是夜浅 整个过程会让你充满乐趣 我往前游了上百米 到了一个深浅交接处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它们一动不动 有的树在海草上睡觉 有的趴在教室上休息 就算你靠得很近 它们都察觉不到危险 像这种看起来笨笨的刺吞 直接徒手就能抓到 这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它们的视力会变得很差 今天下来 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场景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个伪装鞋 它的背上居然穿着一个黄色的马甲 这应该是它为了伪装 才把海洋垃圾穿在了身上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螃蟹 所以看了看就把它放下了 因为在海里很多螃蟹都是有剧毒的 不认识的生物千万不要使用 欣赏了一会儿这里的海洋生物后 我也该认真地寻找晚餐了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我连续插到了数条鱼 一开始 我只是插到了一些小的 直到我去搜寻一个教室洞的时候 突然一条鳗鱼露出了头 这大家伙的力气非常大 被插中后 它拼命地往洞里推 直接把我的鱼叉都弄完了 我和摄影师轮番拽了它很久 才成功拿下 这些家伙力气太大了 直接把我鱼叉给干完了 本以为今天的结果就这样了 直到最后 我又发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大情依 这种鱼到了晚上非常好茶 只要看到 基本都能收获 此时的我非常激动 也非常满足 准备上岸 进行烹饪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张着嘴的海呆子 对不起 你还是把嘴闭上了 兄弟们这下够吃了 绝对够吃了 你们快来看 有这么大的鳗鱼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大情依 哇 这要在饭店的话 估计得值不少钱吧 除了这两条大货 剩下的就不值得一提了吧 四条小鱼还有一个海带子 行了 咱赶紧去生火做饭吧 这条大情依啊 我们就放在门口炉里面焖熟啊 要比直接烤了更好吃 剩下的几条小鱼啊 就直接煮汤了 鳗鱼还有贝壳啊 就直接碳烤了 今天搞到的货比较多啊 一次啊 肯定是吃不完的 所以能储存起来的食物啊 咱就都储存起来 有剩下的贝壳 还有今天搞到的海带子 兄弟们 在岛上居然实现三菜一汤了啊 来吧大陶开吃 先喝口汤暖暖胃 给我也来点 哼 我来个鳗鱼 我来个锣 来吧生日事你也整点 好 嗯 金哥 昨天的大陌鱼那么好吃 怎么今天下去没搞一个 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个都是碰运气的 你以为想搞啥就搞得啥呀 哦 哎 对啊 我今天去夜前的时候你干嘛了 对不起啊 金哥 最近实在太累了 本来想一会儿来着 结果一躺下就睡过头了 我就知道 多吃点鱼 补补补身体 嗯 自己两次夜前非常的顺利 就是过程比较辛苦一点啊 但透明快乐的人 整个过程充满了好奇乐趣啊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 金哥说的我都想去了 行了吧 你还是在岸上好好待着吧 我可不想去捞你 他也看不起人了 回头我的好好学校游泳 大头啊 我计划明天七千水啊 多搞得以后存住起来 咱们是时候该搞得大中国了 嗯 好 随时 过来去吃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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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